一字可以多词性 词性呢就是像名词啊 形容词、复词等等的 像but,但是呢 but意思就是但是 它可以是连接词 也可以是复词 介细词、名词、关系代名词 哇,这太复杂了吧 一个but,三个字母的字 它可以是这个 五个词性 那文法上词性很重要 词性不能用错 所以这个很麻烦 一个字,所以我们就说 英文程度好的人 他比较,这些东西他比较了解 那你说一般只是会讲 讲得很流利,发音 蛮标准的 他不一定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说 英文它流不流利 有的时候跟那个程度是两回事 流利不是不好 而是他表达的太局限了 就是在一些单字 一些单字里面跑来跑去 或者一些最简单的文法 跑来跑去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把一个语言表达的 比较丰富 比较高阶一点 是这个意思 因为语言它也是一种艺术 它除了这种生活上 一种沟通的工具 它当然也是一种艺术 就看个人 像它连接词 连接词我们看到英文的意思 You should introduce an added statement You should something that is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have said before 就是用来去介绍 引进说明一种 这个added statement 就是它是一个附属的 后面又附加上的 一些说明 statement 或者一个陈述 那通常呢 就是 different from 就是和什么不同 和你前面说的不同 所以它是一个 后面的一种 加上去的讲法 但跟前面意思就不一样 你看 比如说例句 Raymond is taught But his younger brother is short 雷蒙个子很高 但是他弟弟矮哥 Raymond is taught But his younger brother is short But 就是但是 所以它意思跟前面就不一样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句 The play is good 这是缩写 The play is good But not good But not that good I have seen better 那这边也是缩写 就I have 因为口语上呢 常常就是把它缩写 这样比较省时间 The play is good But not that good I have seen better 这支戏 这个戏不管电影啊 戏剧啦 不错 但不是那么好 因为我曾经看过更好的 这部可能75分 但我曾经看过90分的 这个意思 But 就但是 就连接词 它前后面都可以独立的句子 或者子句 或者名词形容词等等 就是反正前后面都一样 未接都一样 就像把 这个两段绳子接在一起 比如一根棍子破的 那个断掉了 把它接在一起 就连接 连接起来 前后面都一样 就要连接词 但它的意思就是否定了 跟前面不一样 那它也可以当副词 副词就是修饰 修饰主要修饰动词 或者是形容词 或者是其他的副词 所以副词修饰的多 那形容词就简单 它只能修饰这个名词 它只是 他的意思呢 就是只是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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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 然后我们看副词 Life is but a dream Life is but a dream 人生的如梦 人生的life 生命呢 人生 只不过是一场梦 It's but It's but 它修饰 人生是什么呢 它只不过是 修饰这个 is 修饰逼动词 它只不过是一场梦 Life is but a dream 那另外一个呢 用法呢 意思就不太一样 但也是副词 You have to give forth to a statement 就是对一个陈述呢 就是 加一点力量 就是重生 加重语气 Everyone but everyone will be there 每一个人 确实 but 确实 就加强 加强语气 but everyone 每一个人 will be there 就可以了 but everyone 但是呢 真的是每一个人 所以它这个就不是 也不是但是 我们就可以说确实 它加强语气 but 但是呢 你说 每一个人 你们是不是有人说 不是啊 不可能每一个 but 就是每一个人 Everyone but everyone 这个用法比较少见 出现在那个 文学的作品里面 比较多 或者演讲稿 所以这一般人 意思可能会搞混 每一个人 但又不是每一个人 哇 都会到那里 那就 这不 语意上就 讲不通 它只是加强语气 它也可以是 关系代名词 that not 那个不是的 那关系代名词呢 就是 跟着 它是代名词 但是它表示 跟前面有个关系 所以我们的文法 常常会让人头很痛 一听关系代名词 哇 好复杂 又是关系 又是代名词 代名词本来就已经不是很懂了 那名词就名词 为什么要代名词 又加一个关系 头就很昏了 因为戒系 什么叫戒啊 什么叫戏啊 戒就很少用啊 戏也很少用 你说英文戏 什么 化学戏 戒系词 这是名词 什么叫副词呢 它是副的 那什么是真的呢 连接连接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很讨厌 所以名词比较懂 动词比较懂 形容词比较懂 那剩下呢 副词就不懂了 关系代名词更不懂了 戒系词也搞不懂了 所以这个文法上 就是我们叫文字障 文字的障碍 There is no one but know that 就是没有人 There is就是有 就是没有人 no one 那边没有人 就是没有人 but knows that 所以这个比较拗口 这已经否定 再一个否定 负负得证 没有人不知道那件事 没有人吗 but that not 就是不 所以这个用的也是比较 文组组的 一般口语很少用这个 除非呢 英文程度很好 There is no one but know that 那所以呢 我们就说英文程度吗 所以这个but 我们一般只说 但是 大家会用 可是呢 你说 only just but 这个人家就会觉得 这个英文程度 不算差了 那你说 There is no one but know that 哇 老外吓一跳 哇 你这个程度真的很强 每一个人 but everyone 哇 人家说 哇 你这个是外太空来的 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来的 台湾来的 这个英文很不错啊 我们老外都搞不清楚啊 都不是 每一个人都会用 所以我们就说程度 程度就是说 你知道的比较多 你用得出来 那程度 普通的 或不怎么样 就是 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 所以就是 程度越好 它懂得越多 它的武器 武器弹药用得越多 程度不好 只会拿个刀枪棍棒吗 那厉害的 我有手枪 我有机枪 那一打 拿刀啊 箭了就输掉了 这个意思 那它也可以是介细词 Except 除了什么之外 All my family but my mother went to see a movie 我们家所有人 Family 它不但是家庭 也是家人 是集合名词 单数的形式 附数的观念 所以我 你这边就说 你不要说是 我们的家庭 要去 当然这个也说得通啊 但是我们讲说 我们的家人 Family也是家人 也是家庭 也是家人 那家庭呢 就是当然 一个家庭 单数 家人是负数 可是它还是 用这个形式 所以这个字 常常搞不清楚 大家以为说 这是家庭 那会不会 家庭的成为 会不会Family member 也不必了 这是叠床嫁屋 Family member 当然可以啊 讲得通啊 可是不需要 因为Family就是家人啊 就像法老王 你说法老是王 这个大家听得懂 可是法老 它本来就是王啊 Family就是王啊 那你说 在英文或埃及 埃及的观念 法老王 然后你就加个王 法老王王 它就叠床嫁屋 我所有的家人 除了 Except 除了妈妈以外 都会去看电影 But Except All my family But my mother Want to see a movie 除了我妈以外 全家都去看电影 He is anything but smart 他是任何事情 除了聪明以外 他除了聪明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 那就是他们笨啊 只有聪明 在他身上 不会发生啊 其他都会发生啊 He is anything 他可以任何事 除了聪明以外 就是他们笨啊 所以这种事 我们就是用出来 表示这个程度 到了一定的水准 He is anything but smart 所以今天讲这个but 它都是跟程度有关系 一般只会用 但是 那我们就可以学 它有很多不同的词性 当这个一下子 你不可能全部会了 像视频嘛 你可以看两次三次嘛 或者你不要连续看 连续看压力太大 你过几天 过一个礼拜再看 那脑筋会清楚一点 就是第一次看 先有印象 先能不能接受 第二次看就 有概念了 第三次看就觉得 我差不多了 第四次看 我会了 第五次看 就忘不了了 那它也可以是名词 but也可以是名词 You should emphasize that something will happen 就是说有些东西会 会发生 Even if the person you are talking to 就算是你讲话的人 他不希望 就是but 那我们看看例句 We're going to visit your aunt tomorrow 我们明天要去看你姑姑 你的阿姨 因为里面阿姨姑姑都一样 父亲母亲都一样 都是and uncle and there'll be no but 所以这个but 这个用法真的很多 看这一集 大家不知道 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这都是跟程度有关的 就是不准说不的意思 不行说不 and there will be no but 这很好用啦 你就跟他说 我请你看电影 我请你吃饭 或者我 我让你加班 然后你后面加一句 there will be no but about it 就是关于这个呢 你不能说不 but 所以它是强调一个事情 就是跟别人的想法 不一样 We're going to visit your aunt tomorrow and there will be no but about it 所以这一集 讯息量比较 比较大 有人说讯息 有人说信息 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再把这个句子 再念一次 加强大家的印象 所以but 第一个当连接词 Raymond is taught but his young brother's short Raymond is taught but his young brother's short 另外一个例句 The place is good but not that good I've seen better The place is good but not that good I've seen better 那你可以当副词 第一个就是 Life is but a dream Life is but a dream 第二句 The everyone but everyone will be there The everyone but everyone will be there 加强语气 所以它这个副词 有两种用法 那关系代名词呢 There is no one but knows that There is no one but know that 这句一般人比较不会用 那接信词呢 On my family but my mother Went to see a movie On my family but my mother Went to see a movie 这个大家会用 He is anything but smart He is anything but smart 这句也蛮好用的 那最后一句呢 是名词 We are going to visit your aunt tomorrow And there will be no buts about it We are going to visit your aunt tomorrow And there will be no buts about it 所以这个but很好用 那美国人 你不要说美国人厉害 你说今天讲的这个五个词性 一般老外也不可能 也不知道 要程度很好的 那当然他们只是使用了 他们也不会去分析这个东西 就这个程度 今天讲的这个程度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大家 你也不一定全部都知道了 就是你看你自己需要 至少重要了 你就知道 那最重要就是你要有种概念 就是英文单词 一个字可以有多词性 一个字也可以有多个 就一个字有多的意思 一字多意 也可以是一个字多词性 我们就有这种观念 那至于到什么 可以学到什么程度 就看自己的天资 自己的时间 经历等等 那我现在有五个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留言 这期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